为什么产生这个危机呢 圣贤道德的教诲完全失掉了 没有人提倡了 教化众生 教化全世界的众生 最有效果的就是卫星电视跟这个网络传播 那么我们看看电视的内容是什么 网络里的内容是什么 就知道了 电视网络里没有道德没有人意的教学 只有啥道淫妄 只有真名夺利 教人怎么去竞争 怎么去斗争 到最后怎样去战争 发展到战争 那就是全世界的毁灭 今天整个去向是如此 这是人间的大难 唯有致死人人 能够挽救世界 接运的是哪些人呢 是今天有权力操纵 传播工具的人 他有能力毁灭这个世界 他也有能力挽救世界 到底这个世界是走向毁灭 还是走向挽救 就在他们一念之间 底下一段 何为心间大力 小而异想之内 大而异业之中 这一意是一个城市 凡有利业了 罪以心间 这是在古时候 明朝那个时候 那种社会状况之下 或开举倒水 开这个河流 引导的水利工程 或筑地防范 或修桥梁 以便行旅 或使茶饭 一计即刻 虽云劝导 泄力兴修 不必协议 勿此老运 我们从过去人 他们对社会 做这些福利的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提倡社会福利事业 应当努力去做 要看先前社会的需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